刚刚经历佣兵团瓦格纳叛变 总统普丁霸主地位受到威胁 此刻急需国际友邦支持 普丁四号以视讯献身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也是他在瓦格纳事件后 首次到国际舞台露面 专家分析普丁不外乎是要展现莫斯科成功 击退外来政权普丁依然大权在握 外界猜测普丁仍最迫切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中俄两国在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目的即是抵抗西方在印太和亚洲持续扩大的影响力 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伊朗也正式宣告 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其他与会成员国代表包括主办国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中亚国家领袖等全是普丁的好麻吉 这是六月才与拜登总统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角色难免尴尬 而峰会结束后成员国计划签署新德里宣言和其他合作协议 国际局势发展瞬息万变 众人也只能屏息一带 静新闻林梅杰谢宏颖报道 下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